我不再做仇恨的器皿,哈马斯之子自述。 我叫摩萨哈山约瑟夫,我的父亲谢赫哈山约瑟夫是哈马斯七位创始元老之一。 我是家中长子,来自中东最虔诚的伊斯兰家庭之一,是所谓恐怖分子的儿子。 我的祖父是村里受人爱戴的阿轰,村子就在今天以色列境内。 我的父亲深受影响,后来做了清真寺教长,心里充满服务人群的热情。 祖父把他送到约旦接受伊斯兰教育,但他在那里接触到了穆斯林兄弟会。 这个组织1928年在埃及成立,首要目标是建立以伊斯兰信条为基础的社会。 成员大都来自弱势阶层,但愿意遵循古兰经的教导, 甚至自讨腰包,资助贫苦,兴办学校,展现出伊斯兰爱的一面。 然而,伊斯兰也有鼓吹所有穆斯林加入圣战的另一面。 短短20年里,他们的势力迅速扩展到其他中东国家。 对阿拉伯世界而言,以色列建国无疑是外国人入侵, 特别是以色列占领了阿克萨清真寺所在地, 该寺是伊斯兰教圣地之一,战火于是燃起, 发起战争的阿方落败。 巴勒斯坦约有75万阿拉伯难民逃离或被逐出, 尽管联合国194号决议允许难民返乡或得到补偿, 但数以万计的巴勒斯坦人至今仍住在难民营中。 当我的父亲抵达约旦时发现, 当地慕雄会做的每件善事他都认同, 但其实, 这时的慕雄会已经发展成为武装组织, 伊斯兰的信仰生活如同一架梯子, 当信徒帮助穷人乐善好施, 他便开始往上进阶, 而参与圣战则是梯子的顶端, 你不知道一个中间分子何时跨上梯子的最后一阶到达顶端成为炸弹客。 在父亲双脚踏上梯子的那天, 他永远无法想象自己会爬到离初中多远的地方, 成为带来杀戮的哈马斯的创立者。 有一天, 我在路上突然听见有人用英国口音的阿拉伯语和我搭话, 当时无所事事的我决定接受邀请去了解一下他这个人的信仰。 他送给我一本《英阿对照》的新约。 当我读到登山宝训时不由地想, 哇, 这个人好棒。 然后我读到, 你们听见有话说, 当爱你们的邻舍, 恨你们的仇敌, 但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我大吃一惊,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但我知道, 这就是我一生在寻找的信息, 我终于按捺不住哭了。 多年来, 我一直想弄清楚我的敌人到底是谁, 我一直在伊斯兰教和巴特斯坦之外寻找敌人, 突然间, 我明白以色列人不是我们的敌人, 哈马斯也不是, 不是那些用机关枪枪托砸我的人, 更不是讯问中心丑陋的警卫。 我突然明白, 敌人不是以国籍、宗教或肤色定义的。 原来, 我们拥有相同的敌人, 贪婪, 骄傲, 还有一切住在我们里面的坏念头和撒旦的黑暗。 我终于可以自由地爱任何人了, 因为唯一真正的敌人, 是住在我里面的敌人。 闷心自问, 如果1948年以色列没有见过, 巴特斯坦人的处境将如何? 答案很清楚, 我们仍会处在无尽的争斗中, 为了一个没带头巾的女性而战, 为了证明谁最强, 谁最重要而战。 从前的我, 受谎言的操弄, 被民族主义复仇的冲动驱策, 变成仇恨的寄命。 26岁的我, 选择跟随各个他的人子。 父亲宣布与我断绝关系, 我更收到死亡威胁。 我放弃成为同胞眼中的英雄, 却成为家人眼中羞耻的叛徒。 但只要一个无辜的生命能免于受害, 这些代价就是值得的。 我相信真理和饶恕是中东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 以巴问题的出入不在于找到解药, 而是成为有足够勇气, 能首先拥抱他人的人。 Come, everyone who's thirsty, Come to the water, Come and breathe, And be satisfied.